詠春對我來說的意義就是 在生活上我是用得到的 因為詠春一般講中線 但我覺得是中度 任何事都是太少不到 太過又不行 我覺得中度就是適當的做法 在生活上有時遇到很多事 因為練習和頭 我們需要很慢地去練習 控制我們的身體 而既然這個慢 我們的情緒必須要很平靜 遇到事的時候 也等於在台上遇到我的對手 也要靠自己 用很冷靜的方法去面對 我拍照也是 有時很多不同的環境 你要自己去變通 太太也好 她也好 雖然說她 她有時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你都不可以更硬去壓她 壓她 最多是忍著練習過她 都是不好的 都是要慢慢引導她才會 在天線又好不同 一個徒弟找一個好師傅 是一個師傅一個好徒弟 會話說 找一個好徒弟是很難很難的事情 早幾年一堂課有八十多人 就是連天台都站滿 這裡站滿天台站滿 但是不用很久 只剩下二、三十人 當然 也真的會擔心詠春會失傳 很多人太心急 或者過不了最重要的那一課 最重要的那一課 就是小點頭第一課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課 但亦都是最悶的那一課 很多人就過不了 亦都很多人說 我沒有時間打拳 但是因為她的時間需要打遊戲 所以打遊戲有時間 打拳沒有時間 當然如果真的教導人 可以傳得到來 就是將詠春的理念 例如以中道而行 即是以中榮之道去行 亦都需要控制到 包括情緒都要控制 如果做到 我想社會會比較平和 你只要你不是 那個心術不正 你是有心機學 每個人都有心機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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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